世界上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抱世中人口 又有多少人能够幸运的被找到呢 今天我们又来看五个仪式人口被找到存活的影片 一名为Camille Vick的女孩被妈妈通报在乔治亚出世中 这位可怜的女孩整整15个小时自己一个人在危险的森林深处 直到搜查队员听到她的哭声 每个人当时都非常担心女孩的安危 加上天气又非常炎热 所以消防队员、志愿者以及不同地区的警察都出动人员来找这名女孩 消场人员花了一些时间在这森林里呼喊女孩 途中还碰到许多蛇、蜘蛛和昆虫 直到听到两岁女孩的哭声从树虫里面发出 除了脱水、疲累和害怕之外 女孩的生命真相稳定 后来警方才知道女孩其实在前天晚上就消失 她的母亲是到隔天早上才报案的 第四,75岁的拯救计划 这个影片是吴石人在一个英国小镇上的最后拯救时刻拍摄到的 一切都是从一位爱好骑单车和剑步的男子Peter开始的 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下午5点在与她的队友散步在海滩上时脱队 最后晚上走到一个茂密的沼泽里 之后就更加失去方向 一开始找到她的时候她似乎是在躲搜查队一样 结果后来才知道这位疲惫的男子 衣服和皮肤都被尖锐的如蕙给勾住 她整个人像是被大地吞咽一样度过整个夜晚 画面看起来更像是她在拉住野草炉会议避免深入找诊 最后22个小时过后她终于被救出 这一切都要归功在警察的空拍机才能顺利找到她 第三,消失40年的两个人 一群越南村民在一个平凡无奇的某天 看见两个野男子在胜利中跑步 其中一个看起来大约40-50岁左右 另外一个则是比她大两倍的岁数 这也是在41年来第一次有人看见他们 第一个男子40岁左右,另外一个则是80岁的越南男子 当时1973年为了躲避美军而藏在森林内 她的老婆当时与两个孩子没有躲过地雷 她则是与第三个儿子躲过灾难 现在第三个儿子已经44岁了 当时的她才2岁大 第二,漂浮的渔船 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19岁年轻渔夫 某晚在渔船上睡着,没想到渔船没有帮好 悄悄地跑到海外 虽然看起来是稍稳稳定的渔船 但是在没有知道方向的状态下 能够想象这位男子醒来后会有多惊恐 当他起来后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回去 于是就在海上漂流了49天 就在快用完船上的生存用品前两天 他开始吃掉了鱼和过滤海水 因为渔船没有引擎也没有船桨 所以他只能随风随海漂流 最后终于流浪了80英里 另外一艘船接收到讯号 并转头回去帮他 第一,逃出绑架 一位40岁的男子对一位16岁的女孩 Hannah Anderson一直以来很有兴趣 男子是女孩家的老朋友 有一天男子终于受不了了 于是结束女孩的母亲和弟弟的生命之后 烧了车库 之后再将女孩带走 希望有一天女孩可以爱上他 并开始跟他有一段恋情 当然安博警报开始 大量警方和FBI都在找这个男子 最后在将近一千多英里处 有人通报看见这两个人 FBI在飞行机上架设了一台远距离录像机 立即就看到男子和女孩 后来FBI也成功的将女孩从男子手中救出 大家出人门时一定要小心 身上最好带几包肌肉干才不会迷路食饿肚子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分享 想看更多不要忘记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